好了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板叫情语哥啊我们的恋妖小达人情语哥啊由老王为其生产的13技能超级狂暴在今天老板要为他上上梦幻西游的天花板技能浮云神马啊浮云神马不掉三恶掉什么带什么套我们检查一下这只宝宝技能的完整性啊必杀有偷袭有幸运有招架有啊强力有没有高敏 但是高敏不需要掉什么带什么套最好现在最便宜的套装是高神套其次是高头高西套幸运套啊神技套招架套会贵点我最希望掉的技能应该是炖气啊我最希望掉的技能炖气这只宝宝有我的啊传承在里面必然成的不慌啊浮云神马老板等一下让子弹飞一下我我带你 你打神马之前先打一个神马我们先打本利劈利劈神马让他循环循环看不看着循环了铺垫完了再给你上真的神马不这样就不循环了掉的都是垃圾技能 偷袭 山鹅在啊强力在盾气在吸血在 冥思 高神 山鹅只要在其他都都无所谓了啊夜战套啊夜战套夜战套夜战套就这个 毫无波澜 铺垫的好 你看这个还他妈循环呢 我操 好恭喜我们情语老板 喜提159超级神兽啊 这个善恶神马狂暴啊情语哥在我们的类似于一个无级别的活动中啊无级别之夜的活动他是一个练妖啊咱们练出了个十三技能狂暴在本身 并不是特别好成长资质并没有特别拔尖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拍山鹅甚至直接拍上了神马啊也恭喜老板其实十三技能 拍上山鹅以后的话有的时候掉的不是完美技能缺技能缺主书就不能再拍神马了啊所以说一只山鹅宝不能生马拍神马的话不像利皮一样是强制的是有一些随缘的啊就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